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重点的形容词 叫做认真负责的 我们跟老师先大声读一遍 Conscientious 再来一遍 Conscientious 叫做认真负责的 就是老板给了钱之后呢 我认真负责去完成工作 多强到这个含义 咱们看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 A conscientious worker 一个认真负责的工人 在工作中非常努力 兢兢业业 或者说 A conscientious attitude 一个认真负责 尽职尽责的这么一种态度都行 总之认真负责的可以用它 这个词比较大 为什么用它表示认真负责呢 非常好记 你可以跟它的名词形式 良心同时记 认真负责就有良心呗 别人给了钱了 我他那时去干这个事 你给这钱 我对的你这个钱嘛 要有良心的嘛 我们大时再对一下良心这个词 Conscience Conscience 叫做良心 这个词也有些重要的一些表达 咱们顺便可以把它同时记住 生活中这个单词同时就活了 比如说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有一个干干净净的良心 叫做问心无愧 I have a clear conscience 我的人问心无愧的 如果问心有愧呢 叫have a guilty conscience Guilty叫有罪的或者是内疚的 有一个内疚的良心 叫问心有愧 He has a guilty conscience 这个人问心有愧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 有罪的或者内疚的这形词 慢慢来 Guilty Guilty 好 这是良心相关的一些重要表达 还有一个谚语 咱们可以顺便记住 叫什么呢 A clear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 Pillow是什么呢 A pillow是枕头 我们顺便读一下这词 Pillow Pillow 你看 一个干净的良心 是一个柔软的枕头 我们就是 是什么意思呢 我良心很安 没有做一些缺德事 晚上睡觉特别踏实 就咱们常说的白天不错 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就这个意思 我们再看一看这个 再读一遍 A clear conscience is a soft pillow 好 这是我们conscient这个词 常见的一些搭配 那么顺便可以把它记住 还有行进词 Conscientious 是认真负责的 那还有一个词叫 意识到的 有意识的 知道的 明白的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 它的形式形式 conscious conscious 它的名词形式呢 是这个词 我们直接加NESS 大声里面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叫做 对于什么什么的意识 对于什么什么的意识 我们看例子吧 我们经常在生活中说 提高人民群众的 功德意识 提高改善 我们可以用动词 enhanced enhanced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morality 叫提高人民群众的 功德意识 我们把这几个相关词汇 同时把它记住 先读一下 提高改善这个词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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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人中把 A变成A 读成enhanced 都可以 再读一下道德 这个词 注意不可数 慢慢来 morality 注意不可数 公共道德 放在一块 我们再读两遍 public morality public morality 所以在写读中 我们说提高 人民群众的功德意识 应该写成 enhanced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public morality 就好了 好 这是conscious 先识这个词相关的同根词 还有行进词的一些辨析 还有些重要的用法 这个单词 我们就跟老师学习到这儿